我们人常常是不愿意看数字 也不愿意看证据的 在太多太多的心理实验里面都发现 就算我们被告知数字和证据 我们常常也是转头不看它 我们会去相信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 但是要做出真的理性的决策 你必须要看数字 必须要看证据 让科学说话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人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 我们对于一些非常低几率出现的事情 我们会高估它 即便我们被告知 这件事情出现的几率几低 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台湾人非常喜欢买彩卷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篇文章还上了经济学人 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杂志 他就是发现说 为什么台湾的股市 常常在开乐透之前 那个股市就会跌下来 原来就是因为 只要今天乐透开的时候 如果这个奖金非常大 就会有很多人把这个股票卖掉 把钱拿来买彩卷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现象 因为你能够中乐透彩的几率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就是因为乐透彩的金额非常的大 因为它的金额很大 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认知 就窄化到全神贯注在这个金额上 而忽略了我们被告知说 这个的几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低于股票市场赚钱的几率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 愿意须之若物的去买彩卷 这个是生活上面的例子